舞者不出圈 赛制更改成为最大败笔吗 怎么说呢 街舞毕竟是小众群体 主要是为了舞蹈爱好者设置的节目 赛之前市场没有打开 只有爱好者和专业舞者关注这档节目 设置明星队长的初衷是为了增加节目热度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们关注街舞 王一博作为顶流明星 从第三季参加街舞以来 以其自身的流量让广大群众关注街舞 并通过自己绝佳的街舞功底和舞台表现力 炫酷的舞蹈魅力 以及对街舞同俗一懂的解析 下大了街舞的推广 作为顶尖街舞大使 更是不予余力的为其宣传 助燃街舞将流量用在了实处 使街舞走进了大众视野 街舞的飞速崛起王一博功不可没 如今成为最火爆的一项综艺节目 不得不说这就是街舞很好地利用了明星流量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的借礼 而如今这就是街舞已经拍摄舞期了 也算是一个成熟的节目了 牺牲流量做新生代承接 为街舞蓄力传承 给新生代更多的舞台表现机会 关于赛制没有队长battle 有人说是因为新队长李承炫 虽然跳舞好 但不善battle 还有就是今年一博拍电影荡气景 为了配合他荡气 节目组直接到杭州录制 一博同一个时间即要拍电影又要拍街舞 的确时间和精力有限 节目虽然有王一博坐镇 但他的作品很少 期待王一博舞蹈作品的粉丝免不了有些失望 但是为了街舞能很好的传承 这个转变也是必然趋势 不能总让队长跳尔遮住舞者的光芒 这就违背了这期初心 王一博也不可能总在这个节目上 虽然王一博很热爱街舞 从情不自禁跟着音乐律动就知道 如果真不参加了 的确是个遗憾的是 毕竟王一博跳舞是视觉的享受 但是总参加又怕说不给新人机会 还挺难的 大家都知道王一博在逐渐转型做演员 肯定也会慢慢从综艺节目上抽身 也希望这就是街舞能兼顾好专业舞者 街舞爱好者以及明星粉丝的需求 有明星带领的新生舞者 更容易被人记住 有了热度才能出圈 让新生代被大众熟知 也希望街舞能传承下去 将街舞发扬光大